今天要介绍的超精彩 首先是有关3D建模工具的好消息来了 腾讯发布了混元3D 2.5版本 这是迄今为止我见过最好的3D模型生成器了 不过截止到我录制视频的时候 它还没有开源 没有办法本地下载 但是前面几个版本都已经开源了 当然这次的2.5版本也不会力挽 很快我们就能在本地使用了 现在就只能在他们的在线平台测试一下 好消息是如果你没有微信或者QQ 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接收验证码来注册 它提供了两种方式 输入文字提示来生成3D模型 或者上传图片自动建模 下面是支持多个视图来生成3D模型 如果我只有一张图片的话 我就选择单张图片 然后导入我的图片 我很认真挑选了这张图 角色的衣服超级花 细节有一大堆 测试码肯定是要挑有难度的 然后是选择模型这里 当然就选最新的V2.5 接着我们需要打开这个生成PBR贴图 这里的PBR贴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除了基础纹理 它还会生成金属度贴图 粗糙度贴图 简单理解就是给你的不只是一个空壳 而是带有完整质感和细节的3D模型 会有更加逼真的光照和材料效果 OK 点击立即生成 哇 它真的活过来了 不只是还原度爆表 连背面它都自己脑补出来了 比如它的头发怎么垂的 然后裙子呢是怎么飘的都考虑进去了 还可以看白模版本 右侧还有动作驱动 它是支持真人或者卡通人物的站姿姿态 也就是如果你导入的图片里面 人物的四肢呢没有被遮挡的话 那你就可以自动的绑鼓来进行一个动作驱动了 往下可以看到有场景设置是可以渲染打光 你想让角色在红光蓝光粉光下发光发热都完全没有问题 底下呢就是下载格式的设定了 我想再来一张机甲角色的图 看到没有 金属质感反光的就跟真的一样 这些对3D专业户来说简直就是宝藏了 可以说会用AI的建模师 未来就真的能搭建世界 Google最近悄悄上线了一个超有意思的小工具 名字非常可爱 叫Little Language Lessons 迷你语言教室 听起来是不是像幼稚园小朋友用的 但是它真的非常实用 是专门为那种语言不通 但是又想涌闯世界的旅游爱好者设计的 你只要描述一个场景 比如问路或者找到丢失的护照 然后就能获得这个场景下的实用词汇 短语和语法技巧 不能保证让你精通外语出口成章 但是出门吃顿饭 问问路 单上一下帅跟美女 绝对够用了 这个工具里面有三个小功能 Google叫它们实验1 实验2 实验3 但我觉得更像是三颗语言彩蛋 首先是微课堂 快速的塞给你一堆使用的单词 短语常见句子 会带有一点点语法 假如你计划来一场日本美食之旅 语言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日语 这里是填写场景的 目前网页只支持英语法语这些 所以你可以用英语来描述场景 比如打车就填tasty 吃饭就填eat 然后点击下面的生成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有关吃的 在日本怎么说 基本用实用的点餐用语就都有了 比如米饭还有早餐 旁边是可以视听学习 点开tasty more就是更多的单词 午饭还有晚餐 还有这个短句谢谢你的款待 而且它括号还告诉你了 一般是在吃完饭之后说的 下面就是一些常用关于吃饭的句子了 比如我们要吃什么 这个食物很美味 我已经吃过早餐啦 我饱啦 同样点开tasty more会有更多的句子 这里它比较贴心的是会给我们一些提示 比如这里就告诉我们 在提到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说我能不能吃这个东西 我能吃我不能吃 这就很贴心很细节了 比如这里的我不能吃辛辣的食物 只要你有需求你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小chips 比如下面的这个 告诉我们如果是在谈到跟谁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日语里面一般会用到这个头的一个发音 比如这里的 我和朋友一起吃饭 这个为课堂是不是很有意思 它建行一个原则就是语言就是用来用的 包括它的第二个功能叫做鲤鱼角落 大家可以理解为它会教我们一些当地语言的口头禅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蛮有梗的 AI模拟母语者的日常对话 教会我们一些在教科书里面绝对找不到的地道表达 比如当你好奇好雷日本人是怎么说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到这个功能了 但是我担心它会乱来 所以呢我就选择我很熟悉的粤语好了 首先在最上面呢 它会举一个场景的例子 比如两个陌生人正在等公交 但是公交晚点了 它就告诉我们了 这个时候一般就会这么用粤语来讲话 不好意思 想问一下 巴士是不是整天都这样的 好意思就是不好意思对不起的意思 不说我每天都在用吧 那也是天天都在用了 如果你很想融入到一个语言环境里 那一定是要了解当地方言的 点击说新一下场景 就可以了解到更多 再来看看它的第三个功能 叫做相机单词 这个功能就有点下魔法了 拍张照 它就能告诉你怎么用当地的语言 形容你拍下来的东西 它支持的语种也非常多 未来出国说不定就连翻译APP都不用开了 拍一张照片直接就变成了活字典 不过我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工具到底能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学习语言的方式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它完全免费 那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如果你也用过这种临时抱佛脚这样的语言学习工具 欢迎留言说说你的使用看法 上个月的AI新秀Hisfil又上线了9个影视特效 比如超级英雄变身 怪物变形 还有酷炫的美杜莎效应 神秘力量把人突然定住 瞬间石化 甚至是血腥的爆头 还有身后的物品乱飞 场景颠倒这样的故障特效 那我就简单测试一下 直接来到Hisfil effects特效分类里 这些呢就是它目前支持的所有视觉特效了 下面可以预览特效 旁边有new标识的就是新上线的 比如绿色衣服的石化 脸部重击 下面白色西装呢是供身体变身成怪物 跟旁边蓝色的换装改变皮肤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换皮还是蛮有意思的 点开 然后单击这里的生成 这个特效呢就直接在上面了 下一步就只需要上传我们需要添加特效的本地图片 比如这个穿着比基尼的美女 不添加写数针的话呢就让AI自由发挥 提示词我是要求把这个比基尼美女变成一个黑人男士 穿着金色的风衣 OK直接点击生成 OK来看一下效果 除了单个特效 它还可以mix混合特效 玩起来超级上瘾 比如汽车跟踪拍摄 加上后面的爆炸 人跑着跑着就起火燃烧了 这种全新的公式化内容创作 不仅可以让观众肾上腺素飙升 也激发了我们许多前所未有的视觉创意 上个月我发布的AI电影大爆发的这期视频里 也有介绍到详细的操作方法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有空去看一下 下面这款我认为可以称的上是 AI神级全能型的图像编辑器 叫Zen Control 它可以完整保留主体图像的每一处轮廓 曲线和材质 像这两张图 其实都不是在摄影棚里面拍的 只提供了一张半公椅的照片 就生成了多视角 多场景的高画质视觉作品 简单来说 半公椅自己就能拍出大片的感觉了 不需要训练 完全不需要额外布景 一张简单的主体图片就能稳定生成主体一致的图像 而且它是开源免费的 你可以直接在Hugging Face网站上在线试友 或者到GitHub上找到相关的说明 把它下载回电脑本地运行 如果想要更多进阶功能 那就直接到Photography AI上操作 除了能为主体生成各种场景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调整光线 先点开这里的场景生成 然后就是导入我需要生成场景的一个主体图 比如这张沙发 下面我们可以自己描述一下这个产品 也可以让AI自动生成这个产品的描述 这个描述的好处就是 它会把这张图里面的产品的所有细节 它都描述过来了 所以后面我们生成的场景图 它就会尽可能的保持主体的一致 比如它说沙发上有一个格子的毯子 还有三个抱枕 然后点击使用这张图片 这里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让我继续添加物品 那我就添加一只玩偶好了 这里呢它要求我们给这个东西分类 如果这里面的内边呢都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拉到最底下选择浪 另一个方面就是这里的内边呢 我们都可以添加上去 比如食物 还有我们的鞋子 背包 沙发 椅子 还有桌子 甚至是模特 男人和女人 都可以把它组合到一个场景里面 OK点击保存 拉到下面就是我们导入的全部主体图了 OK单击以下呢 它就会去到我们的场景里面 然后把玩偶放在沙发上 调整好它们的大小 然后这里是可以调整生成图片的尺寸 横屏竖屏 下面也有很多素材 让我们添加到这个场景里面的 点击这里see all就可以查看全部 比如把这个添加过来 然后就来到背景这里 描述一下你想要生成的场景 比如客厅 往下还可以选择模板 比如这个分类就比较符合我的主体图片 OK选择好生成图片的张数 点击生成 OK图片生成好了 还不错的 它保证了整个沙发都是跟我的产品图是一致的 包括我的玩偶 还有这里 还有一颗植物 你可以在画布上添加很多主体 然后搭配一些天马行空的场景 比如海浪里的手表 沙滩边的鸡尾酒 但是我测试下来也不是什么主体都能完美合拍的 比如我想自己坐在刚刚的那个沙发上 我用了自己的半身罩就失败了 毕竟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嘛 所以它也不会把我的下半身生成出来 这个模型感觉就是一半AI加一半拼图吧 更多的玩法就留给大家去试了 这支影片提到的所有相关链接 我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了 大家可以点开来看看 也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或者使用心得 我都会去看哦 未来我也会持续为大家整理 AI领域最新的模型和超实用的工具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帮我按个赞 订阅频道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